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7月22日下午 特區政府衛生署通報 截至當日零時 香港新增11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創疫情以來單日新高 其中105宗為本地個案 累積確診個案增至2131宗 因應最新疫情發展 特區政府當日宣布 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 帶來的一些風險其實都是相當高的 所以我們認為現時需要採取更嚴厲的防疫措施 包括要求在室內的公眾地方 以及在公共交通總站和轉乘處 需要一直配戴口罩 該項規定自7月23日起生效 為期14日 陳肇事表示 將刊線指示高風險地區到港人士 包括過去14日在印度 尼泊爾 美國等地 停留過的入境香港人士 需提供72小時內病毒檢測陰性證明 以及到港預定酒店的確認書 有關指令降於7月29日臨時生效 直至另行通知 在最新的風險評估中 特區政府將哈薩克斯坦和美國 例如高風險地區 陳肇事提到 在7月8日至21日新增的719宗確診個案中 84%是本地個案 現在疫情在社區大規模爆發的風險非常高 他強調 未來一兩星期是疫情發展的關鍵 如果確認個案持續上升 特區政府不排除將採取更加嚴厲的防控措施 香港疫情正處於最嚴峻的時刻 所以在這裡我再次強烈呼籲所有市民盡量留在家裡 真的盡量留在家裡 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減少在外面用線 停止所有不必要的社交活動 尤其是聚餐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希望大家一起和心抗疫 我們可以將這個病毒戰勝 我們可以將所有人的家庭 我們可以λοι AUTHORWAVE 這支營 拜託 拜託 翻託 總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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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